让分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自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不单止你做的事是精益求精 其实你的人品 神都要精益求精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想心一层的现象 换句话说 就好像举个实际的例子 就好像我们去读书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 我们努力去读书 就已经做得好了 但是我以前都以为是这样 但我发觉原来邮二生 其实不是这样 邮二生不是 不是尽力去读好书就算了 他会改正自己 怎样改正自己呢 他会不断修正自己用什么方法读书 用什么态度读书 用什么精神读书 用他人生当中会在什么时段读书 那些才是邮二生 换句话说 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我们见到很多同学 他说了 他说了 我能够说到九成 好聪明吧 但邮二生不是这样的 不是他说你就听了 邮二生是连自己的学习方式都改的 换句话说 我们所说的回到学校 很多学生根本是被动的 去学一样东西的 但我说的想心一层 就是你有没有想着主动呢 学生说 阿sir 说 你就听了 但问题是邮二生 就是主动的 不是阿sir 说 他就听 那么简单 他会主动看很多课外的书 并且这个题目当中 涉议更加多 他课如之后会问问题 他会不断纽证自己 学习的那种方式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回到学校 被动的学习科 今天是学校设计出来的 四十五分钟一堂 中间有个休息 上三堂就有个小息 这些是被动 由学校做出来 你被动的接受 但是邮二生 他除了在学校当中 他制造了这个系统当中 他除了被动的接受的话 他会纽证自己 主动学习的方式 这些就是邮二生 你见不见 我就是说信仰里面 其实原来就是有一种 内在的中生命 是神要求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我所说 入过这个市场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学习的 原来入到这个市场 你是一片空白 为了什么 为了神就让我们 不单止学习知识 并且让我们 糾正我们自己的学习方式 不单止让我们 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一味被动去答问题就可以了 因为你根本完全 一片空白 你怎样被动 可以答到问题 第二个试园来 你就去答 但问题你的脑子 一片空白 人生就是这样 要你主动的学习 在过程当中去分析 你才能够在过程当中 学习了一些东西 可以写在你的试园上 信仰和人生都是这样 当你听的时候 或者觉得很复杂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真正人生的写实 这个也是导致很多人 很有压力 甚至在人生当中 根本没有办法成长 原因他不知道人生的需要是这样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师傅 我们需要一些 mentor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教练 去帮助我们 因为原来我们想的东西 很多时候 就算我们在被动当中做得好 我们已经觉得 一百分了 但问题神从来不是希望你被动 因为你被动的话 就等于一个 脑子一片空白的人 拿了整个试园之后 然后坐在那里尽量回答 但你一片空白 你尽量回答也没用 但是现在我所说的是 原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连你自己的思维方式 处事方式 学习方式 成长方式 都要不断被纠正 这个就很多时候 一定要我们的师傅 以第三者 才能帮助我们 所以第七点就是 我们要想深一层 每一样东西 我们要想深一层 这个也是为什么 你会看到 你不想深一层 这件事的恶果 就会出现 就如我所说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我们做好那样东西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我们改好那样东西就可以了 我们立刻救亡那样东西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很多时候 你救亡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性格变了阴暗 你的性格变了自私 你的性格变了恐惧 或者变了愤怒 明白吗 事情做好了 但问题是 你的人变坏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这件事 就像很多人去到社会工作 他以为他赚到钱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赚钱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变成一个 明白吗 一个屎盔的人 甚至变成一个 妄一负二的人 是不是 只是做好那件事就足够了 而做好那件事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变坏了 或者落后了 如果我们以黑暗和光明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我们祈求去制造光明的成就 是吧 这件事很风光的 做了之后 很多人赞赏 但问题是一个过程当中 法利塞仁是用庄价的方式 他变成一个黑暗 即是他不择手段的时候 他做一些光明的事 但问题是他背后 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人物 是不是 法利塞仁很明白 过宗的道理 他精于此道 你会看到法利塞仁 我就是说这一点 我们需要一些 当然在第六点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 我们的师傅帮我们 但是于是第七点就是 我们要懂得 去想心一层 每一点当中 我们理解 其实在圣经里面 所给我们 以及灌输给我们的知识层面 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信仰里面 去达标 然后我们才能够 在生命当中 真正用我们自己的勤劳 去回应神赐予给我们 这个生命之恩 为什么 因为在当中 我们变成一棵好树 而去结好那字 这个就是神所想 这个就是神想要 好了 去到第八 我们要理解 一个特性 就是 但是 其实原来 现在我们想驱走 我们自己的黑暗 就是 如我所说 人们憎恨你的黑暗 然后想驱走你黑暗 你有什么方法 最快的驱走你自己的黑暗 去到这样的光景 那你一定要理解 其实你已经在一个概念当中 是叫做敗中求成 行 药文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不过分神圣 我愿跟住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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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这路径 是他总不停 有句如来路走点点 或许要踏上尊领 要到达着热景 送欢迎充满个星 不管有光月 天分不光明 尝语与星不照应 仍未有难着我 在天国流程 或许要踏上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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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